我通電腦 那我習慣的方式是用討論的 所以每一個都會有一個問題 你們可以討論一下 看你們覺得這個問題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選的問題都是 有一點點爭議性的 OK 你們可以看一下 小朋友在思考的時候 小朋友會用左拿來學習 小朋友會用左拿來學習 所以在教學上我們應該要針對 這個小朋友到底是左拿來學習 還是用來學習來設計教學方法 我覺得這句話是對難錯 左拿來右拿 小朋友左拿來右拿來不要偷查 沒有啦 不用Google 你覺得呢 哥哥你覺得左拿來右拿 你覺得這句話對難錯 對 你覺得呢 對整句 對 對 對 你覺得 對 好答案是什麼 有問題 OK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一個主題來講 是因為你們現在市面上 會看到一堆人說什麼左腦開發 右腦開發 這些學習方法 但實際上呢 的確左腦跟右腦 他在處理某些部分功能之後 有一些差異 但是實際上如果 如果 我在參考的時候 我參考的是宏蘭教授的文章 因為本來的 那一本文章有點久 所以我參考到新的文章 這邊講的很不言文 但是我不知道把它 怎麼樣把它簡化 他意思是這樣的 你有兩個眼睛的左半部分 兩個眼睛的重半部分 投射出去的是六四 六四也會回到左腦 他的關鍵是兩個眼睛 你兩隻眼睛的左半部分 會投射到左腦 那你的兩隻眼睛的另外 右半部分 會投射到右腦 所以 他並不是說 你的左眼就投到右腦 右眼就投到左腦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他是兩隻眼睛的過去 我看你好像可能 發言成白話文的啊 為什麼 這個事情還蠻重要的 因為有的人會說 要叫強迫小朋友 右手鞋子改成左手鞋子 為什麼 要訓練力的 他們覺得你用左手顯示 可以訓練右腦 用右手顯示 可以訓練左腦 那根本上這些事情是不對的 或者說 他叫你把一隻眼睛遮住 去練習幾次 抄一百個次 把你一隻眼睛遮住 抄一百個次 真的有 市面上真的有人會這樣教小朋友練習 那你們爸爸應該都不會吧 對 那是真的會有人這樣練習 OK 但這個的話 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學習方法 因為大家太習慣說 左腦右腦 他是分開的 那是不可能 只要你是正常人 只要你的身體 腦子沒有壞掉 一個叫偏肢體的東西 他可以很快的 把你腦中的左右信息互相交換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訊息處理 都是由這兩個地方 互相交換 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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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有你的左腦 右腦比較發達這些疑問 至少目前的研究